对不起我也了 我怀孕是假的 我是骗你的 你 你竟然用假肚子骗我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兄弟们 昨天我带我奶奶去医院后 发现小朋友根本就没有进手术室 而且他病床上的东西全部都被收拾走了 现在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奶奶 这些东西你就放回去吧 我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今天我必须要搞清楚 他究竟在瞒着我什么 不过呢 在去他家之前 我必须把我们所有的照片全部打印出来 因为如果我不做出点实际行动的话 就算找到了他 他也绝对不会把真相告诉我的 咱们现在直接出发 到打印社了 兄弟们 我们两个以前的照片全部都打印出来了 有了这些照片 等下去小胖熊家里 他肯定会给咱们开门的 走 出发 小胖熊 小胖熊 哎 怎么锁着门呢 这里留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王小乐 以后我再也不想陪你拍视频了 每天都这么辛苦 却换了那寥寥无几的点赞 他们都已经不喜欢你拍的视频了 别坚持了 胡说八道 大家肯定会喜欢看我的视频 只是大家现在都比较忙 所以没时间看 我相信如果大家看到的话 肯定会给我的视频点赞的 不行 我必须找他问清楚 接下来咱们去他经常钓鱼的地方 看看他在不在那里 这个湖边好像也没有他呀 哎 前面那个好像就是小胖熊 没想到他家也不回 竟然来钓鱼了 别钓了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解释一下 对不起 王远了 我怀孕是假的 我是骗你的 啊 什么 你 你竟然用假肚子骗我 我感觉我们不合适 我要离开这个城市了 因为什么 你能不能告诉我 哦 我懂了 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 我与迎风在流出几步 人生寒风吹动我痛楚 我说寒山别哭 我带你出 难道最后这一切都要化为乌有了吗 你们说我还有和他在一起的必要吗 我与生病才也无退路 伸手寒冰冰冰冻我辛苦